大家好 奥运运机的后方工作全记录 在这一时段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有著名的自行车解说员 李陶立之道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很久没有跟你搭档在一块做节目了 话说上一次搭档是在去年的环法 我怎么记得 好像是去年环法 那不然是什么时候 我以为还要更早 我之前每次见到李之道都是Polo山 对吧 Polo李也是你 私下是什么叫的 然后今天忽然看到了穿上西装的 你有一点点不适应 对 终于是场地车比赛直播到第三天才有机会出镜 前两天都穿得很随便 所以其实李陶指导这一段时间 从8月2号到8月8号场地自行车的所有的赛事 都是由李陶老师在迷古食品以及中国体育 包括可能央舞舞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出镜 或非出镜的一个解说 大家看到西装革履的帅气的李陶老师出现的时候 那就是今天要出镜的时候 对吧 是 太热了北京 其实我觉得出镜很累 对 其实出镜确实 毕竟要端着 大家还是要评价你的一态的 后面想起来了 去年8月份环法的时候 当时我好像偷拍了你们在解说的时候不出镜的状态 思想拉插 对 当时很多车迷 然后就说原来你们不出镜解说的时候是那样的一个自拍 对 那我把这个问题先提前吧 就是刚刚我又跟您交流了一下 就是之前我们在看到李陶指导出现的时候 是在看自行车三大赛 环法环息环艺等等 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小赛 但是这一次在奥运会自行车的项目当中看到李指导出来解说了 解说奥运会和解说三大赛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区别非常非常大 从我个人的工作的角度来说 因为公路车的赛事全年下来 每年一百多个比赛日 虽然是很累 但是大部分的比赛呢 这个赛事我过往是比较熟悉的 而且参赛的运动员大部分都是那些人嘛 尤其是像环法 你说虽然说连续21天的比赛 但是每天都是同样的人 每天是有延续性的 所以无论是一项赛事内部的延续性 还是公路车整个赛季的延续性 都使得我可以顺着这个惯性去往下说 但是场地车比赛一直以来 在国内的正规的直播并不是很多 每年播场地车比赛 其实正规能有一次就不错了 我想起来上次播场地车的比赛 还是2020年初的场地车试解赛 所以已经一年半的时间 一年半当中都是播的公路车比赛 重新回到场地车赛场上 还是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 场地车刚才你跟郭爽也聊了 那么多复杂的项目 那么多详细的规则 就连我把规则仔细的研究了 到昨天我跟郭爽说 看见男子团体追逐 嘣 撞上了 不知道规则怎么办 裁判都不知道规则怎么办 裁判都不知道 裁判都不知道 因为在这个规则里面没有这一条 团体追逐赛如果快的这队 把慢的这队撞上 俩人都没有变现 这个规则怎么说 没有的 所以规则特别特别细 而且始终还是有包罗不进去的地方 再加上运动员走马灯似的 换的太多 所以其实场地车解说这几天压力很大 做了不少功课 每天要做大量的工作 再一个区别 当然就是中国的运动员 我们作为解说员 场上有没有中国运动员 有没有中国运动员 有机会去冲击好成绩 乃至于冲击金牌 当然我们心情是很不一样 所以我至今都记得 在我这么多年的解说生涯里面 特别激动的一个场面 是2016年解说场地车试锦赛 中天使拿到个人争先赛的金牌 那是我永远记得第一次 解说生涯当中能够看到中国的运动员 拿冠军 非常激动 当时我跟谁 贤彦东知道 也是我们的好大党 他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 解说那场比赛 所以奥运会的解说 当然就心里面默默都会有这样的期待 说中国的选手如果能拿到金牌的话 在我自己的解说生涯当中 会是很特别的一个时刻 前天有点一号我们没出镜 没出镜呢 我就自己悄悄地穿了一个红衣服 中文红是吗 很少穿红衣服 哎呀看见中天使主管确实非常高兴 也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中国的选手再能够有继续友好的成绩 当时看到中天使和包山局两个人 这个拿到这块金牌的时候 你当时的这种解说的状态是什么样 因为我知道在还法期间 就是李陶老师和另一位解说老师 你们当时的那一段激情解说 燃爆了自行车圈 不知道这次 自行车的特点 他一场比赛时长很长的嘛 公路车比赛四五个小时 场地车我们一个比赛日一下午也是要三四个小时的 所以我其实心里面私心啊 就是三四个小时 我不可能始终保持那么高度集中亢奋的一个状态 有的时候我会稍微的放松调整 摸鱼滑水 都是会有 但是到重要的时刻 公路车的冲刺的阶段 场地车的中国选手要征金牌 肯定是整个人要调动到非常 把情绪调动起来 所以在赛后我也看到因为我们拿到金牌嘛 我觉得中国对拿到金牌的这一段解说 可能是我解说生涯当中被最多人听到的 因为确实会有很多非自行车的爱好者 普通的体育迷都会看到这个解说 我自己觉得还还算是比较满意了 要平衡嘛 一方面你要对场上的局面有一个充分的尽量客观的描述 另一方面你作为中国的解说员 大家也允许你有一种激情的爆发 我自己还能打个80分吧 哦 复盘之后还打了80分 看来对自己是相当的满意 我觉得还可以 是吧 那你看到了那一场对决之后 你觉得这个新组合新搭档 你觉得他们之间的配合如何 其实两个选手是资历非常不一样 冲天史是16年的冠军 现在30岁的年龄 其实在这个项目上来说 算是年龄比较大的选手 包山居23岁 从2020年才开始有迅速的提升 到奥运会之前 应该是5月份的国家锦标赛 今年的国家锦标赛 两个组合跑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到了奥运会又有进一步提升 从成绩来看 包山居应该已经是 现在女子团体竞速这个项目上 第一圈的最快的选手了 冲天史呢 因为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经验还是很不错 配合还是很不错 但是第二圈的绝对的速度 和他的最巅峰时期比 金牌决赛的对手德鲁队的心泽相比 其实是稍微的差一点点的 所以我想这一队组合 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成果 那么在这之后 可能中国队还是要不断的去寻找新的人才 因为总不能指望 冲天史再打太多年的比赛 还是希望能够有不断的新的队员上来 尤其我们看到我们德国的对手 21岁 23岁 包山居是23岁 所以我们在国内 其实也有包山居的队友 郭玉芳这一次是以替补车手的身份 其实在现场 在之前他跟包山居在湖南队 有很多的搭档的经历 两个车手很年轻 所以如果我认为很有可能 后面郭玉芳会跟包山居来搭档 未来跟德国的对手 跟其他对手 在接下来几年里面会有很高水平的较量 对于包山居来讲 目前是他的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其实今天下午的凯林赛的复活赛当中 特别可惜没有无缘晋级吧 这么说 今天下午的凯林赛的表现里面 你觉得包山居发挥可能哪一点 有一点点不足 所以导致没有能够晋级到下面的比赛呢 其实都不愿意说不足了 因为毕竟凯林赛不是我们那么建长的项目 包山居在过往 也没有太多这个比赛的经验 但是我跟郭爽看的时候 其实对他的表现我们是很高兴的 尤其是在复活赛那个轮次当中 他有很积极的试图要掌控比赛的局势 这样的一个主动的战术 提前的冲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复活赛前两名能够晋级 所以他选用的战术是更早的冲刺 如果说在最后被一个对手超过的话 他仍然可以拿到前两名 所以他是很有战术的头脑 而且做了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战术动作 但是最后被更多的对手超越 没有能够晋级 当然是有点遗憾 多积累经验吧 23岁的小将 而且凯林跟团体竞速还是挺不一样 团体竞速更多的你自己训练 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水平 到比赛发挥出水平就能够有效 但是凯林你必须要经过这样大赛的模仿 对于年轻的双手来讲 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进步的阶段 是 但其实今天看过比赛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 今天场地自行车的比赛当中 有非常多的意外 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惊喜出现 比如说我看到了有摔车的情况 然后也看到了 我们在这个应该是男子的比赛当中 会有这种落后反超 然后并且破纪录的情况 是不是这个亮点 也要知道能不能给大家再去复盘和点评一下 对团体追逐赛 男子团体追逐 其实在第一个比赛日 当时我们说三个比赛项目 女子团体追逐破了世界纪录 女子团体竞速破了世界纪录 男子团体追逐没破世界纪录 现在大家已经把标准提出这么高了 没破世界纪录就要失望 但是到第二天 意大利破了世界纪录 但是英国跟丹麦发生了 这样的一个碰撞的事故 有一点争议了 但是最终丹麦进到金牌决赛 这是大家想看到的 到金牌决赛当中 丹麦跟意大利两支队伍 丹麦是本来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被意大利破了世界纪录 那么重新回到金牌的决赛 非常受期待 丹麦队在过去的周期里面 水平极好 而且很稳定 四个选手之间配合的非常流畅 大家的水平是很一致的 很统一的 而意大利队那边 会更多的大家关注 在他们的超级明星选手 甘纳的身上 甘纳在个人追逐这个项目上 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公路车其实赛有很好的水平 所以意大利的表现 一个要看甘纳自己的带动作用 一个要看意大利的 其他的三位队友的表现 那么这场决赛 很长一段时间里 两个队伍来交替了领棋 到了最后的一两圈的时候 丹麦仍然领先 大家觉得好像差不多了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丹麦的从用时来看 是能够超过意大利本来的 刚刚创造的新世界纪录 觉得丹麦已经发挥出了 这么高的水平 而且还领先 好像稳 但是没有想到 真的甘纳的这一波爆发 非常的震撼 甘纳自己是比很多个项目的 个人计时在这次东京奥运会 公路车的个人计时 路线不是特别适合 所以没有拿到奖牌 它最擅长的场地车的个人追逐 现在不超越像 所以大家觉得 今天奥运会对甘纳不是很有利 仿地车 你这个团体追逐 如果队友发挥的不够好的话 你拿奖牌 拿金牌很困难 但是没有想到 我觉得一是甘纳自己的发挥超级好 二是在这样一个超级明星车手 带动之下 整支一带力队 都是发挥出了超过百分之百的水平 最后实现了一个大翻牌 我还没来得及看录像 我赶紧 待会咱们聊完之后 我回去再把这个录像看一遍 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 对于李陶 你知道对于您来讲 在您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您作为观众 还是作为解说 我估计这两种情况下 您可能观看比赛的这种 欣赏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从您的角度 就是你做观众的时候 你可能更喜欢看 场地自行车里面 什么样的比赛 然后作为解说来讲 更喜欢去解说 场地自行车当中的那种比赛 我作为观众其实 喜欢看玩法是吗 你知道 我做解说的时候 时间越长 我就越把自己作为观众那一面 就压到找不着了 压到找不着了 有点找不着了 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以单纯的 单观众的身份来看比赛了 所有比赛都是作解说 那作解说当然我们的原则 我一直以来的原则 就是谁表现好我就吹谁 我们看那场比赛 我就讲这比赛好看 一定要告诉大家 现在这场比赛就是最好看的 想通设法的来调动观众们 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这是我们的策略 如果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反正今天团体追逐 这是很好的一个项目 因为这个项目能够代表 场地自行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 既是这个项目最高水平 也是能够代表一个国家 在这个项目上的整体的实力 再加上会出现像今天的 意大利对丹麦的决赛 这样非常激烈的较量 这个是非常好看的 我即使任何的角度 我都很向大家推荐这个项目 当然还有就是作为中国的车迷 这又是一个特殊角度 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强项 女子短距离项目 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那未来的几个比赛日当中 哪一项赛事或者是谁的出战 会让你比较期待 也是可以去推荐给我们的 这些自行车的车迷朋友们 当然刚才讲了 郭爽也讲到中天使 中天使 曾经在2016年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车手 拿到世界冠军 场地车实锦赛 争先赛的冠军 女子争先赛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再有后面会有两个全能项目 全能项目目前还没有登场 前面几天都没有任何的全能项目 后面的男女全能项目当中 会有一些公路车的选手来跑 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 看场地车的观众 平时不太看场地车 平时可能是看公路车为主 所以当看到有公路车赛场 让我们熟悉选手 比如说像甘娜这样 对 就会非常兴奋 对 这个是能够调动大家观赛的热情 所以全能赛会有比较多的 我们熟悉的公路车的选手来登场 这个也是很值得看 好 接下来就是科普降维的教育环节了 全能赛都比什么 全能赛就是很复杂的 我就发出给大家科普 简单一解说 然后更多的内容 还是得去听郭少老师和李桃老师的具体的赛事解说 全能赛是这样 车手在一天之内要比四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按照现在的赛制的共同点 是场上同时有很多个选手一起来发车 那么根据比如说每一圈的积分 或者说是到终点的排名的顺序 不同的得分的规则 来得到你在这一个项目的分数 根据你四个项目的总的分数 一天之内连比四个项目总的分数得到总的排名 我得留着点 现在都讲完到这点 你看我们不说 逻辑非常清晰 已经快要跟不上了 好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 有关于自行车的赛事的精彩的一些看点 包括如何能够在自行车的奥运期间 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培养 对于自行车运动的这种喜爱 能够找到在这个自行车运动项目中 这些有趣的好玩的一些亮点 甚至是高光时刻 包括要支持我们中国自行车运动员的话 都尽在李陶老师和郭爽老师的自行车赛事的解说直播间当中 具体的更多信息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李陶老师的个人的这个社交账号 里面肯定会有这个介绍的是不是 每天都会发具体的赛程欲望 好今天就是时间非常的短暂 非常仓促跟李陶老师和郭爽老师有这么一个简短的交流 希望未来吧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把更多的有关于自行车赛事 还有一些自行车优秀的运动员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赛号会客厅当中 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去介绍和分享 希望未来我们能有更多的中国的这个体育迷 能够有更多的车迷 关注和喜爱自行车项目 我们当然也希望 无论是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还是在未来三年的巴黎的奥运会上 还是在更未来的更远的这个国际赛事当中 能够看到自行车的这个车迷能够越来越壮大 然后我们整个的中国自行车的实力 能够越来越强 是吧 少不了李陶老师和郭庄老师的 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的推波助澜 推波助澜是引号的 好 谢谢 感谢李陶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分享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这一时段内容就是这样了 我们稍后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